今年呢海南的一些老板可能呢非常高兴 有些海南的这个做民宿的或者做酒店的老板呢高兴的都哭了 为什么呢自从全国放开了以后 当第一批感染的人康复了以后 海南的整体旅游业开始打开局面 有人说呀三年的时间都没有挣到这一段时间挣的这么多钱 这确实也是一个事实 说明呢旅游业在恢复 而且呢大家也认为到了2023年楼市也会充满活力 沉寂很久的楼市也会焕然一新 当然这句话是没有错的 现在的楼市呢释放出了三个信号 但是我们看房价却跌回到了三年前 那么在2023年我们买房的时候呢 有五个方面的利弊要知道 今天呢我们就具体来分析一下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活动 那楼市现在释放的是哪三个信号呢 第一个信号就是房价高位稳定 房价跌回到三年前 这个东西呢很多人是不敢想的 因为在过去20年的这个城市发展当中 房价是一直不断上涨的 对吧 根本就没有下跌的可能 即使下跌也是短短的几个月 然后又迅速的回升 可是现在却不一样了 我们的整体房产市场呢 不温不火 而且交易量很少 在2022年的时候呢 我们的全国均价已经跌回了万元以内的水平 已经达到了呢 2019年的水平 那2019年是什么水平呢 大概就是9800块钱左右 所以呢我们叫高位稳定 那但是呢我们要知道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它背后呢是房住不炒在支撑 这是因为有了房住不炒的不断的调控 才能够让房子及时的杀住车 可以直白一点跟大家讲呢 就是有了房住不炒 房地产的泡沫才被控制住了 然后慢慢的回归到理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国家一直提出房住不炒 要一直执行下去 要维持房地产的健康平稳发展 就是不愿意我们的老百姓呢 走日本90年代房产大崩盘的后果 是在保护老百姓 所以从这点来看呢 房住不炒就是最符合我们国情的房产调控 那么这是第一个信号 也就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房价 想要像之前那样去上涨 已经变得很困难很困难了 第二个信号呢 就是近几年我们的存款利率 在不断的下调 甚至是出现了倒挂 中国人呢是出了名的爱存钱 为什么喜欢存钱 是因为我们有忧患意识 总觉得呢我们挣了很多钱 我们平时省吃俭用 存了钱以后呢就能够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风险 就比如说2019年发生的疫情 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但是呢有大部分的家庭呢 是喜欢存钱的 他们有一定的积蓄 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所以疫情三年呢 对于他们的影响呢 是非常非常少的 而且呢很多人不愿意去买基金股票 觉得呢风险太大 那怎么办呢就把钱存到银行里面 对吧因为这样可以呢 吃利息虽然不多 但是它很稳定 可是近两年大家发现没有 存款的利率不断的下调 甚至出现了倒挂 什么叫存款利率倒挂呢 也就是说按正常的逻辑呢 我们把钱放到银行时间越长 这个利息呢应该稍微多一点点 可是现在呢 是银行存款五年期的利率 要比三年期的还要低 那这释放了一个什么信号了 说白了就是不想让你把钱存起来 而是呢要拿到市场上去消费 去年呢我们就提到了经济内循环 经济的三驾马车当中 消费是我们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这么多年为什么我们不敢去消费 爱存钱其实呢一方面是由于房价高 可能呢我们每个月还的贷款比较多 而且呢之前教育没有双减 我们这个在孩子身上的教育 花费的也很大 可是现在呢不一样了 教育双减了房价呢控制住了 那么只有钱呢释放到市场当中 才能够拉动经济 所以呢存款的利率 才会不断的进行下调 还有咱第三个信号 就是楼市全面的放开 到了2023年楼市的政策 可能比2022年更猛烈一些 总之现在的一句话呢 不是控制人们买房 而是鼓励大家买房 之前呢在2021年 我们看到楼市的调控 非常非常的厉害 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对开发商有三道红线 对炒房客有各种各样的限制 对于想要置换的家庭 有限购限售限贷等等等等政策 还有呢对银行有两道红线等等 从开发商的各个角度进行调控 所以呢我们的房价稳住了 那么整个2022年楼市为什么放开呢 因为这个节骨眼实际上是很特殊的 还是那句话 有疫情的影响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 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们全民的收入开始下降 所以呢楼市的交易量也会减少 而且没有了炒房客 那么2022年我们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我们的利率已经四年降 降到了4%以下的水平 到了2023年 有可能这个房贷利率还会继续下跌 还有呢鼓励大家买房放开各种各样的限制 可能比今年更宽松一些 那么没有了炒房客的存在 只能说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不管是刚需第一次买房 还是说置换买房 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 买房子呢成本更低 也更容易一些 这就是楼市释放出来的三个信号 那么三个信号的背后到2023年买房 我们具体要注意哪几个方面的利弊呢 有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开发商的优惠力度 可能比今年更大 我们知道呢 在2021年的时候 开发商降价 结果呢出了限跌令 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房子只能涨不能降 其实不是 是因为开发商想要回本 想要快速的回总资金 所以呢当时是恶意降价 扰难了正常的房地产秩序 不是不让你降价 只不过你这个降价呢 有点太恶意了 好了那明年呢 可能在这个金融16条的影响下 在这个楼市三支利件的影响下 开发商的资金呢会比较充足 但是呢之前囤的土地很多 也想把负债尽早降下来 所以它整体的优惠力度 要比往年高很多 如果呢 你是着急买房子的情况下呢 可以对比一下开发商的优惠政策 选择开发商进行买房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不着急买房 或者说你并不缺房子 那么你就可以呢 再观望一段时间再说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说我们未来的房源选择性会变多 之前呢 我们就两种途径 要么去买新房 对吧 要么呢就是去买二手房 可是之前 有些二手房的老房子 占据了有利位置 很贵 而且呢 有些老房子是学区房 也很贵 而新房呢 我们只能够买郊区的 因为市区的大部分房子 已经成了比较贵的高端二手房了 到了明年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在今年开会的时候就提到了 房住不炒 租购并举 未来租房市场呢 也会像房产一样火热起来 那这个租房呢 不是以前的二房东 也不是以前的这种 骗局 而是呢 由地方政府牵头和开发商 共同开发的共有产权房 或者说是呢 保障性住房 以及完善整体的租赁市场 总之未来我们可以选择买房子 也可以选择租房子 这不耽误我们在城市当中的发展 所以房产市场呢 会进一步的被稀释 本来需求就少 那么房价呢 也会失去上涨的理由 还有呢 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买房的成本可能会更低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利率降低了 而且呢 开发商在这个买房的优惠力度上会更大 比如说 他的这个首付会降低 又或者说呢 整体的房价会走低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三个信号 再加上呢 楼市现在没有了炒房客 真实的交易量就上来了 那么未来我们买房的成本只会更低 不管你信不信 我们现在房产的逻辑变了 那么未来买房要比之前更容易一些 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断供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为什么说断供还会持续呢 明明现在社会面已经放开了 经济就要恢复了 但是你要知道一点 房子呢 还贷款是30年的时间 有些人苦撑了几年以后 实在撑不下去 就放弃了 从2015年以后 我们的法拍房就逐年的增多 有行业的这个专家预测呢 到2023年 这个法拍房的数量呢 可能会突破500万套 当然不是2023年形成的 而是在之前 从2017年到2018年 这批买房子的 还有很多人 因为个人收入原因 或者说因为个人发展的原因 还不上贷款 只能够弃房断供 当然呢 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呢 不能光秃法拍房的这个便宜 法拍房啊 有的时候存在诸多的风险 在之前很早的时候 我的视频都跟大家讲过 法拍房的这个风险有很多 有可能你花了钱 住不进去 又或者说你花了钱 虽然买了房子 可是迟迟不能交易 不能过户 产权还不是你的 所以呢 在买房子之前 当你想要去买法拍房的时候 一定要做足功课 毕竟呢 这个法拍房 要比市面上的商品房 便宜很多很多 第五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在明年 买房子的时候啊 还是要防止难尾楼的产生 很多人说 在2022年的上半年 有了难尾楼停贷的事件 而且下半年 也已经提出了保交楼的政策 那2023年 还有可能出现难尾楼吗 还是有几率会出现的 而且很大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讲呢 2021年是楼市的定型之年 2022年是楼市的转折之年 2023年才是楼市以后发展的基点 也就是说从2023年开始 我们之前过去20年的房产逻辑 才完全变了 2022年呢 可以称为过渡的一年 那么之前呢 开发商囤了很多房子 三道红线仍然还在 而且呢 负债还没有降到安全红线以下 虽然有这个金融石柜潮的发布 但是是需要时间的 那么也就是告诉大家呢 在明年还有一部分开发商 可能会因为没钱或者是欠账 而倒闭破产 会产生额外的难尾楼 那么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大家在2023年买新房子的时候 还是找一些央企的开发商 或者说实力比较足的开发商 去进行房屋的购买 而不是去找小开发商 听这个修楼园跟你说的天花难坠 毕竟买房子只有一次机会 而且金额数量巨大 如果你买错了 可能你被套牢 很多年都缓不过来 以上呢 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管怎么样 买房子呢 一定要先擦亮眼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